厉害的叔叔啊 你晚上也许一点 也许两点 他不分时间 完了我一说他不睡觉 他就画呀 玩电脑什么的可能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开门 我说他 把灯关了该睡觉了 都这时候了别玩了 他就急了 他一急呢 我的脾气就不好 我们俩就嚷起来了 就应该跟孩子发脾气 光嚷啊 对 动手吗 动手的时候没有 基本上没有 姑娘有吗 爸爸会跟你动手吗 会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呀 什么时候啊 反正是不上学的那时候吧 当着老街坊的面 扯我踹我 爸爸真的这样 对女儿动过手啊 是 我这个教育方法 确实有问题 因为我是一粗人没文化 就应该跟孩子发脾气 因为这个事你恨爸爸吗 这个女儿是不是小的时候 也是那种比较胆小 很乖巧的那种小女孩啊 是 是 小鱼自己先回答了 那小鱼我想问你啊 平常在家里边 你会因为这个事 跟他们闹别扭吗 反正一些鸡毛 蒜皮小事 起矛盾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我 因为我该送进医院了 又犯病了之类的 也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 妈妈有时候 爸爸还会把这个 你又犯病了 这个挂在嘴上吗 会 所以你到现在 都不能原谅爸爸妈妈 对 但毕竟爸爸当时 可能做法不对 但他也是为你好呀 这个事不是自己 不是放自己身上 是感受不了的 你永远忘不了是吗 对 小鱼我问你 是爸爸打你疼 你忘不了 还是说周围人 看这么尴尬的事情 让你心里难受 都有点吧 但还是主要是 街坊看见的 那你希望爸爸妈妈 在这个方面有改变吗 肯定希望 你也感谢观看